加拿大作為一個民主國家 為香港擴大移民配額 加和希望以公眾教育協助有志移居的港人去尋找新生活 Hello 大家好 我是加和的總幹事 我是Anna 最近為了加港救生艇 即是加拿大香港移民 pathway 我們做了很多類型的影片 就是為了大家介紹這個計劃 以及一步一步教大家如何去做這個申請 亦都因為我們推出了大量的影片關係 很多網友就很乖 步步步地做 其實亦都有網位在這個時候 就有很多問題 就是關於做學力認證這一方面 需要幫忙 因爲很多問題的關係 所以今天就希望做一個特別的短片出來 專門為介紹這個學力認證 每一步做一次給大家看 那麽今次就應觀眾的要求 我們就在認證的Provider WES那裏做一次給大家 我們上到這個WES網頁 就開始用這個Get Started 然後這一個是你自己進去開G account的時候 你就告訴別人你是哪一個國家需要的 我們就選擇Canada 來到這一頁之後 你就選擇中間的ECA for IRCC 是為移民局救生艇做這個program 我們就要用IRCC 跟著名字那裏 你便填回自己的名字 你要肯定認證你的證書上面 都是那個名字 還有那個report出來的名字 是會配合到你申請 這個Open World Permit 的名字 你就填上去就可以了 那你去到這裏 你就是因爲未做完一個application 所以你不會有一個reference number 那你就填no 之後你就繼續填回自己本身的資料就可以了 那這裏是需要你自己設定一個密碼 就要有特別的符號 英文字和數目字 以及設定一些security questions 是你會自己記得你自己 下次回來的時候會回答 你才能開回自己的file 那如果你想特別收他們的marketing newsletter 你就可以確認yes 如果不然你可以留在閉嘴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在這裏 Create Account 給一點時間去做processing 填完這個之後 我們進入一個介面 就會有你最基本的個人資料 就是食命和新日日期 在北尾 在北尾 可能有兩個英文名字 一個是middle name 它就會放在middle name 那裏 但如果是中國人 它的名字本身有兩個字 全部都放在first name 那裏 免得別人出一個report 給你的時候 只有第一個字 而錯過了第二個字 那它怎麼進入呢 就會影響中規的report 出來 那個是用什麼名字 亦都需要match 你apply for award permit 那個reference裡面的名字 所以你最好就填準確一點 那你說country這裏 如果你人在香港 就固然是填香港 那香港和加拿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那有些網友就說 我為什麼去收貴了二十多元 那我那個就收貴了幾十元 收貴了幾十元 其實就是因為 加拿大本身是有稅項 視乎你是哪裏的人 如果譬如你在安省的話 那13%的HST 是沒有走跡的 那你放一個地址 去Ontario的話 這個系統就自自然而 會幫你calculate稅 但是如果你是填香港的話 在香港是不需要 被加拿大徵稅的 所以它是不會額外收你的稅的 所以你只要你填一個 在香港可以收到信的地址 就準確的了 那你申請了之後 就會去到另一個界面 就叫做Your Education 那這裏就有說 其實如果你是要 是Highest Credential 放下去就OK的了 那譬如說你是讀了博士 你就不需要放你的Sex 你是Sex 就不需要放你的Bachelors Degree 那又或者其實我們在這裏 都應該提到一點 就是我們為了Open World Promise 就是為了移民局做這個學歷認證的時候 我們並不是用認證來為自己 拿到一份工作的 所以移民局是不會care 你是讀哪一科 它只會care你讀哪一個level 所以之前那些就是不需要放下去的 那是現在你看到 Add Credential 那你就進回你自己的城市 那跟著是什麼level的Education 那選擇你的學校 那跟著呢 就選擇你的Degree 那有時候可能你會發覺 好像沒有在樹 那你就選擇一個最近磅的 就是第一件事 那個level要對 就是如果是Bachelors 一定是Bachelors Certificate一定是Certificate 選擇了這個level之後 在下面Field of Study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寫清楚一點 那另外一個解說 就是譬如說 如果我說為什麼我有兩個major 或者兩個specialist 或者我做完之後 有些網友說 report那裡不展示出來 那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你選擇的 這個是一個IRCC的application 它是不在乎你是讀什麼科的 但是我們如果在外面 譬如說你要做會計師 又或者你要做醫護人員 那是需要拿一個安省的牌照的 那在安省的牌照那裡 它就是需要核實你之前 讀過有關的技能 那無論是你的Certificate Diploma Associate Degree Degree 或者Graduate Degree 尤其是TOP UP 那一次過要給他們認證 那就是不一樣的 那你現在去到YEAR AWARD 這裡 大家就要小心一點 有一個point就是 其實你對著你那張場紙看就可以了 你那張場紙基本上就會告訴你 BACHELOR OF ART AWARD 是什麼年份就填 那個年就可以了 其實就不是等於你讀完最後那一科 那個FINAL EXAM 完了那一天才是YEAR AWARD 很多時候是會 在這幾個月之後才是YEAR AWARD 那對很多人來說 其實是一個好處來的 為什麼會是一個好處呢 因為很多網友在這個時候就問 以計回退五年 那上次的Alfred 就是說 你開始做Application 那時候就計 就是開始 按制做Application申請的時候 就計倒數五年 那我說死了 那個Degree剛剛是過了五年 那可能你就看清楚 你那張場紙上面寫什麼 可能有走盞位 又或者你在你的Transcript那裏 看著這個Degree Conferred 那個Date 最多是幾個月後 你最後一個FINAL EXAM 那那個會BIE YOU A FEW MONTH 你可能會 倒數五年的時候 是會計到對的 就是你會計到是會先五年來的 那所以在這個YEAR AWARD 和YEAR ATTENDED那裏 你就要自己小心一點 就是你第一課開始計 就是FIN 讀完最後一課就是TO 但是你的YEAR AWARDED 就要回到你的Transcript 去看Degree Conferred Date 或者你那張場紙 在Diploma上面寫那個YEAR AWARDED 那樣寫下去 就看下會不會大一點的機會 給你數到這個五年之內 這個Deadline可以撕到 那如果你真的有其他Credential 要加的話 你也可以在加完第一個 這個Entry之後 你就再加一個Credential 但是如果你for IRCC的Purpose 就應該不用 但是你可以做其他 譬如說 為你自己找工作 那些 你就可能要全部加進去 那下一步 你就要加一個Recipient 就是接收人 那第一個 一定要是你自己的 因為你付費用裡面 其中有一份 是會付正本給你的 所以你一定有個硬件的Delivery Address 就是真的地址 而是你可以收到信的 那我又填了一個香港地址的例子 那另外就是你接收的學校 又或者接收的Office 那在這個Case 因為我們是幫Ircc做這個ECA的時候 你就是 所以就是填Ircc就可以了 接著就按Next 接著就去到一個Evaluation Type這個界面 那就會見到有這個Type 就有四個features 就第一天有一個online的PDF 你可以download save了這個做Record 那接著有一個Ircc 會自己接收到一個ECA的Copy 還有一個Paper Report 就是會傳到你給他的地址那裡 那有Shipping 你要自己負責 那另外呢有Electronic Storage of你的Report 也都可以放在這裡 那你以後需要用回其一種 其實拿回同一樣Files 去做Application的時候 就可以用回一樣的 那在這個時間呢 你就按Next 那過了Next之後呢 那過了Next之後呢 就是有Delivery Options 那你在Standard呢 就是沒有Tracking Number 有Tracking Number呢 就會用UPS或者TNT 就加多85元 所以一般呢 我們都是用不需要Tracking 就可以了 那選好Delivery Method之後呢 我們就按Next啦 等它Process完之後呢 你就會見到這個 Required Documents 就是一個Checklist 第一件事呢 你就要檢查一下 你寫那個Program的Name 是不是對 以及你的學校 是不是對 你就檢查一下 之前是不是你打進去的 是正確的資料啦 跟著你也是重複提回你啦 你是只要放最高學力下去就可以啦 那去到這個Step呢 就是有一個Academic Transcript Requirement的 有兩個Options給你選擇 第一個Option呢 就是學校直接Send你所有證明 去直接WES 那就有一個Sealed Envelope去 又或者學校呢 就給你 就是再給WES的 但是其實無論你選任何一項 都有關 都是啦 其實呢 所有WES到手 接收的東西 都一定要是 有一個Sealed Envelope裡面的 那所以呢 大家建議呢 就是不要搞不煩啦 不要等 經過你的搜完之後 再寄回去啦 那它浪費時間啦 還有可能有時候 不知道拆錯了信 然後再買過回來啦 那就其實就不 就免得失事啦 其實呢 WES呢 跟很多家學校本身呢 也是有聯繫啦 它可以直接 有一個Electronic System 由大學那裡 是收到這些Transcript 就是不需要寄來寄去的 那所以其實不需要特別去選擇 要那個Candidate 經一經手啦 因為其實那個Candidate 自己本身是會 接收到一份Paper Copy呢 它是會寄回給你的 因為你已經在那部分 你已經寄了錢的啦 那其實根據很多人的經驗呢 那其實根據很多人的經驗呢 就是當你做完這個步驟之後呢 你是要跟你學校講一聲 或者你找了WES啦 那它就會提醒 學校要跟WES聯絡啦 那在這裡呢 很多時候 學校有另外一份form 要你填的 甚至你也有另外一個fee 那你就要幫學校填了 令到學校可以直接跟WES接合的 那去到這個Postal Mail 或Courier Delivery這個位呢 其實就需要一個WES number啦 那即是你做完這件事之後 披買呢 就會得到一個WES的reference number 如果你要寄東西的時候呢 就是用這個label 填你的reference number上去 這樣就容易令到別人跟回啦 那做完所有事情 查清楚正確的時候 就按Next啦 然後你就去到你自己的Personal Profile 查清楚你的名字啦 地址啦 那Primary Purpose 是Immigration啦 你的Education啦 名字啦 學校程度啦 以及學校名字啦 所有東西都沒有入錯啦 那它呢 Processing Time 它現時呢 就是list了 但是是35天的 由到 由學校寄 給東西去WES開始計 就是WES需要用35天來認證你的資料 那最後就是你自己本人的Acknowledgement啦 那你要同意WES直接找你的學校啦 Authorize 給它去verify你的Documents啦 以及你同意你現在提供所有的資料呢 都是正確無誤的啦 你亦都要Agre with她的Terms啦 Agre with她的Terms啦 如果你沒有問題的話 你便Next啦 然後再看清楚一次你的名字啦 就是出生日期啦 然後呢 你便Confirm 那見到我們剛才給了錢啦 大部份都可以用Credit Card的 那你可以用任何一個國家 Currency的Credit Card 它自己會Convert做家子啦 另外一個呢 就是你會見到我們用了一個香港的地址啦 那就不需要給家子的13%的稅的 那最後一個問題呢 就是你做了這個application完了之後 究竟是WES直接contact你的學校 還是你直接contact你的學校呢 其實呢 WES應該跟很多學校都有一個渠道 本身已經接合了的啦 但是 它都expect你呢 就是跟你學校接合啦 告訴他們呢 期待這個WES會找他 請求他的合作啦 那學校也都另一方面呢 就會給其他forms來填 那剛才呢 我們做了Stephanie幫我們step by step show了一次啦 我們簡單的recap一下 就是第一個step呢 就是要選IRCC那個option啦 我們是認證你的level of education 不是認證你的program of education的 跟著也都選的地址方面呢 就是盡可能呢 就找你香港收到信 有人會幫你清訊商的地址啦 他會省上稅啦 那跟著呢 你要輸入你那個學歷的時候呢 記住是輸入最高的那個level的學歷啦 而就 即是博士就不用入 石士就不用入 Bachelor啦 那是因為呢 IRCC是看你的level of education 是不關心你的program的的 IRCC是不會 譬如你有double major 放上去 或者有double program 放上去 是不需要的 如果你預期到IRCC 見到你很多不同的 degree 的話呢 就要全部都申請進去 但是如果你要做這件事 是為了你找工作的話呢 就不是用IRCC的option 是用professional 或者job option的 那有呢 那其他啦 好了有些網友有不同的問題了 那最近呢 有些網友弄了啦 他說 WES記得回來呢 就說 我是verify 到你有一個master's degree 但是呢 你的institution是uncredited 那就是怎樣呢 就是你讀了一個degree出來 但是那個學校沒有人認證的 那就是這個就是不pass 那另外一樣東西呢 就是IRCC這個WES的process 就不是design to做完所有事情 如果你在加拿大 是要拿一個特別的專業牌照的 那你就不是用IRCC的option 去買你的WES的report的了 你要是用其他的option 去買你的WES的report 就是說 你用了這個IRCC的WES的report 過了 拿了個3-yearopen work permit之後呢 你需要去找其他工的話呢 你是需要重做一次 就是可能你的information 已經集合在裡面了 但是你可以補回之前 我認為未最高的學歷 就是譬如石士 學士 或者top-up degree 之前的transcript補回 才一次過做多一次WES 就是forJob的 希望以上的資料幫到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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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e 空氣 謝謝大家